整個汽車市場 都朝向電動車來巴掌 大家都知道 目前電動車在全球賣最好的 電車龍頭是特斯拉 可是竟然有人指出說 兩年後特斯拉不再是龍頭了 那是誰 兩年很快 不亂以 很快 我們現在是2022年 兩年也是2024年 2024年就會有人超越 電動車龍頭特斯拉一個銷售 我們來看一看是誰 當然這個是 這個數字是 彭博社區預估的一個數字 他是說2024年 Volkswagen不是福斯品牌而已 Volkswagen集團旗下 不管是福斯 奧迪 保時捷 只要他集團下面的電動車總數量 2024年就會超越特斯拉 就越超越特斯拉 這是相當厲害的一個數字 而且在2024年 這兩個品牌 雙雙就會達到超過 兩百萬輛的銷售 光是電動車而已 特斯拉兩百萬輛 Volkswagen集團旗下車 會超過兩百萬輛的銷售 在2024年 好 我們先來幫特本講一下話 我特斯拉就只有這幾款車 我都可以賣兩百萬輛 你福斯是一個集團 這麼多品牌 你要賣這麼多種車型 才能賣兩百萬輛 所以我特斯拉還是第一名 沒問題 好的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 彭博社的這個估算 其實就非常有趣 因為他除了這兩個 福斯集團跟特斯拉估算 2024年會超過兩百萬輛的銷售之外 另外他看好的是什麼 中國大陸自主品牌 蔚藍小鵬 比亞迪 他說都會超過百萬輛的銷售 而且會成為國際品牌 這個所謂的大廠銷 而很多汽車 傳統汽車品牌 在這一段轉型成電動車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失敗 而消失無幾 這是一個很詭異的說法 另外賓士也有不錯的表現 好啦 其實很特別的是 前一陣子 我們是不是看到豐田章然出來說 哇 啪 一字排開 他有多少多少電動車 他說怎樣 你知道嗎 他2030年要銷售 Toyota要銷售350萬輛的電動車 Lexus在2030年要銷售 100萬輛的電動車 也就是說2030年的時候 他總量要有450萬輛電動車的銷售 對不對 是 我覺得可能有機會 因為這麼多的車型 而且他是多功能 各式各樣的 這個越野車 皮卡車 跑車 休旅車 轎車都有對不對 對 可是彭博社把Toyota看得很 很沒有 是 很沒有 對 很沒有 因為他估計 2025年 整個Toyota只能賣50萬輛的電動車 你想想看這50萬輛電動車 相對於他2030年要賣450萬輛 差很遠喔 這是九倍的差距 對耶 其實這個估算到底 我覺得 有多少參考價值 我覺得觀眾朋友們 你自己要好好的去評估一下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講2024年福斯集團 會超越特斯拉的銷售 在2024年 那其實福斯集團 自己之前就講過 我們誓言在2025年要超越我們的競爭對手 特斯拉 我們的電動車銷售要打敗特斯拉 他自己估算是預期是2025年要打敗他 所以彭博特別看好福斯集團 跟中國大陸的幾個自主品牌的電動車 那事實上很有趣 今年的五月在英國舉辦了一個 未來汽車的論壇 Volce Vigan集團的CEO說 未來我們的電動車的發展 其實還有非常多困難的路要走 如果在整體的設施不完備的狀態之下 很難大量的生產電動車 怎麼突然又打臉自己了 所以到底是彭博社太過於樂觀 或者是太過於歧視其他的 某一些特定品牌 或是太過於看好某些特定品牌 我覺得兩年很快 到時候再來見真章吧 是 這是彭博社所做的調查 因為之前我們其實有提到說 德國未來有可能將這個鯉 這個成分視為是有害的有毒物質 所以有可能在德國最大的鯉的工廠 即將要關閉 勢必也會衝擊到電動車 但是特斯拉他們現在自己在做 這個所謂的電池的部分 所以我們真的還是要稍微再觀察一下 那剛才其實艾達有聊到Toyota的部分 其實我們都蠻看好Toyota 在未來電動車的發展 像這個BC4X在台灣 就取得非常好的成績 而且近期他們也公佈了 他們一個新的電動車 這個電動車真的蠻值得大家期待 沒錯 這個是在中國的專利圖已經流出來了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頭尾 其實你認真看你會知道這個 雖然說看起來很粗糙 但是他已經完全具備了 是 也跟去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豐田社長 他手一張後面一大台的車 其中那一台所謂的BZSEN 這台Stand 中型的Stand這台車子 剛好一模一樣 不過現在的消息指出呢 未來可能會簡單化 他會叫做BZ5 就是叫BZ5而已 好像比較容易聽懂 那這台車呢 為什麼從中國流出專利圖呢 很好玩 它是屬於Toyota跟BRD 就是剛剛艾達幫我們介紹的 蓬勃認為它會蓬勃成長的這個BRD 合作的一個戰略的一個車款 所以到時候BRD跟Toyota 應該各自都會有 以這個BASS為基礎 做出自己的產品 就是有雙生車的概念 應該是 而且在中國可能會領先 全球會率先的發表上市 那這個車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我稱呼它為特斯拉殺手 為什麼 我們看到現在是電動車 我們說蓬勃發展的一年 但是呢 其實你真正跟現在 Tesla賣最好的車 Model 3 其實大家有的是休旅化 有的是大型化 有的是高價化 真的旗鼓相當的對手 其實還是沒看到 而且它是房車竟然還賣這麼好 是 它是一台有點Coupet-like 四門Photo Coupet造型的 中型房車對不對 對 那現在這一台BD5呢 它的尺碼租源是怎麼樣呢 它車長4米73左右 車高1米47左右 然後軸距2880mm 如果你對Tesla Model 3有概念的話 你會發現這台車 基本上跟Model 3一模一樣大小 喔車格一樣 是 而且你可以看到喔 好 它的A柱 它的C柱 是不是也跟Model 3很像 整個拉出一個 像是Coupet跑車化的一個設計 然後再加上我覺得既然這邊做成這個樣子的話 我覺得它的後門也許也是隱藏式門把也不一定 對 所以整體的造型呢 其實還有整體的尺寸呢 跟Model 3根本就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才會說它是Model 3的殺手 那在電池技術來講呢 剛剛有講到為什麼像彭博來講 他們會這麼看好中國的那幾個像吉利 像比亞迪這些車子呢 因為中國的電池技術的目前整個朝向另外一個發展 所謂刀片式的電池組 它跟我們現有的電池組概念不太一樣 我們現在的電動車呢 大半都看到是電池模組化 刀片式電池組呢 則是一片一片一片的 所以它可以擺得更密 所以它同樣的體積情況下呢 它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能量 加上它本體的設計 它是磷酸鐵電池 所以呢跟傳統的電池比起來成本也更低 那能量密度越高 成本又越低 里程數又越長 然後這樣子一來呢 是不是表示整體的電動車性能就會更好 所以我們也很期望看到BD5 因為畢竟中國品牌的車子 在台灣還沒辦法直接上市 但是BD5 如果到時候發表的話 在台灣是可以上市的 因為Toyota來做嘛 是的 所以呢或者鏡頭的身份 或者呢到時候呢 我們看到整體的種種表現 就知道它到底有沒有能力 把Model 3壓到一個不要這麼嚇張的程度 Toyota呢即將要出現的 這個BD5 直接劍指的特斯拉的Model 3 可是不止 我覺得特斯拉的Model 3 它真的遇到太多的勁敵了 除了Toyota之外呢 其實韓國品牌也有一台 也是直接劍指Model 3 是什麼型車 是 然後這就是我們都知道最近的電動車市場 其實不管是Key或者是Honday 他們推出的電動車品牌 你看IONIQ 5 然後甚至EV6等等 其實在市場上面 其實算是賣得不錯 然後其實聲量也都還蠻好的 那在接下來在IONIQ車席之後呢 我們講到IONIQ 可能大家會有一點印象是 以前IONIQ應該算是 Fonday品牌底下 算是一台Hybrid的車型 然後再來又變成一個 Plugin的一個車型 其實之後呢 IONIQ這台車呢 單單之後可能會慢慢慢慢的退廠 然後呢 原廠這邊呢 由純電平台來進去 對 它因為會把這個純電平台呢 用把IONIQ 5開始 之後呢 慢慢發展出其他的IONIQ的車型 然後都是以這種純電平台架構的 也就是目前現在這個EGMP的 這個電動車平台 然後這一台車 下一台的接續在IONIQ 5之後 就是我們看到的是IONIQ 6 那這台車呢 它的車身尺碼呢 就像是我們以前看到的 SONATA一樣 所以它會是一台比Model 3 還要再大一點 大尺碼的一個車型 它可能偏向重大型尺碼 你說它可能會比到Model S嗎 可能車格可能會跟他差不多 但是價格我相信以重點來講 它應該是會比較親民 蠻多的 然後再來呢 它的動力性能 相信大家也是非常關注 會 它應該會有 單馬達跟雙馬達的版本 那目前呢 他們在續航里程上面呢 光是單馬達呢 就可以大概會有四百八十 三公里左右的這個 續航里程的成績 然後如果是雙馬達的話 它動力會表現比較好 雙馬達的話 它可能就會到達大概300匹馬力以上 嘿 好 好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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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